昨天凌晨在大连街头也发生了一起车祸 一辆宝马车突然失控 将两名行人撞飞 路边监控看到 咱们来看 一辆宝马车过去之后 将两名行人直接撞飞了出去 其实呢 其实板马车突然冲上返道 然后一对正在过板马县的年轻男女 瞬间被撞飞了 那么人行道上另外两名行人呢 在即将被撞飞的时候 躲开逃过一劫了 事发后啊 这个急救车将伤者送往了医院救治 据了解呢 受伤男孩只有20岁 初步诊断腿部骨折 另有其他部位受伤 女孩今年18岁头部缝了数针 当时呢 男孩被撞飞之后 缓了一两分钟之后是恢复了意识 随后拨打了报警和急救电话 肇事司机已经被警方带走调查 那么至于车辆为什么会突然失去控制啊 是酒饮酒后驾驶 目前还没有一个定论 有在警方调查结论之后才能给予证实 所以现在你不说ano对 那么这个时间 Ascino 非常遇见 没用